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 不能生育,没有生养过孩子的,你要欢呼 没有生产过的,你要发声欢呼,高声呼喊 因为弃父比有夫之父有更多儿子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扩张你账目的地方,伸展你居所的慢子,不要限制 要拉长你的绳索,兼顾你的角子 因为你要向南向北扩展,你的后裔必占有列国之地 又使荒废了的城镇有人居住 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致蒙羞 也不要暴愧,因为你必不致收入 你必忘记你幼年时的羞愧 也不再纪念你寡居时的耻辱 因为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被称为全地的神 因为耶和华召唤你 如同召唤被离弃,心灵忧伤的妻子 就是幼年时索取,却被弃绝的妻子 这是你的神说的 我只是暂时离弃你 却以极大的怜悯把你招聚回来 在怒气掌溢的时候,我暂时向你掩灭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这是对我就好像挪亚时代的洪水一般 我怎样启示不再使挪亚时代的洪水漫过大地 我也照样启示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 虽然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从你身上挪开 我和平的约也必不迁移 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 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 你看,我要用彩色的石头安置你的基石 以蓝宝石奠定你的根基 又用红宝石做你的城楼 用红玉做你的城门 用各种宝石做你四周的围墙 你所有的儿女都必受耶和华的教导 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你必因公义得以监力 你必远离欺压,你必无所惧怕 你也必远离惊吓 因为惊吓必不会临近你 看哪,必有人起来攻击你 但那不是出于我 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 看哪,那吹炭火 打造出合用武器的铁匠是我创造的 那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创造的 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 在审判的时候兴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 你都必定他为有罪 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 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 这是耶和华说的